从洛杉矶飞拉斯维加斯 仅仅40分钟呢 这一架飞机呢 就要30万人民币 所以到底四人飞机吃什么呢 安全带系好 咱们看看点 Hello大家好 我是俊宏宗 我现在呢 已经在洛杉矶机场 我们今天呢 要去搭乘的这一辆四人飞机呢 是深受富豪们喜欢的 弯流550 Elon Mars 同款机型 通常呢 从洛杉矶飞拉斯维加斯呢 短短400公里啊 如果你是坐普通的飞机的话 最便宜的时候呢 票贷也就40美金左右 但是我们今天呢 同样的目的地 同样的飞行里程 贵了整整1000倍 票价呢 超过了4万 说实话呢 真的很贵 但是呢 九九既然答应你们 那就说到做到 那今天这一期呢 九九带你们去体验一把 到底四人飞机 都吃些什么 咱们走的 我们今天坐的这个四人飞机呢 是不用经过 就是航站楼的 然后呢 直接现在开始过安检 我们现在过的这个通道呢 是机场啊 专门给私人飞机客户用的VIP通道 汽车一会儿呢 经过这个通道 人也不用下车 直接呢 就去到飞机那边 整个过程呢 可以说完全没有安检的仪式感 一点没有 嘿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爱买 私人飞机的原因 相信你们都懂的吧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Good Welcome 嘿嘿 Thank you 整个飞机上来之后呢 就跟我们之前拍的头等舱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头等舱就只有一块地方是给你的 但是这架飞机 整架飞机都是你的 给大家看私人飞机的结构啊 这块地方是门 这边呢是空城人员的区域 后面这一块呢 才是真正的这个私人飞机的私密的区域 这个呢是整个的飞机的后半段 然后这一块地方呢 有12344个座位 然后呢 小姐姐呢 通常在这一块地方呢 准备一些我们今天的飞机餐 这一块区域呢 它是有一个完整的大门 当这个门关上之后呢 现在呢 整个的飞机的后半段 那就全部是你的私密空间 整个的这个座椅呢 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比方说有人坐着你的对面 要跟你开会 诶 这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对不对 怎么样小伙伴 这个功能学会了嘛 下次再做私人飞机的话呢 诶 就有经验了 对不对 我觉得坐飞机呢 最累的地方呢 就是你得坐在一个 非常狭小的空间那边 有的时候呢 长途飞机的话 你可能要度过十几个小时呢 但是呢 在私人飞机上呢 我觉得你最开心 最爽的地方 就在于空间感 你比方说 这个沙发 你可以完全躺平 长途飞行的话 那整个的沙发呢 把它整个躺平之后呢 后面这个空间呢 是可以完全变成一整张的 想一想 你和你的女朋友 或者和你的男朋友 在私人飞机上 躺在这张床上 诶 是不是就睡得很安闷了 对不对 Thank you so much 好 我们的正餐呢 终于要来了 不过呢 今天那个飞机餐呢 是自助餐 快带你们看一眼了 这个是三明治 不同的三明治 这个是甜品来 试一下 走 说句实话啊 飞机呢 虽然非常的好 非常的fancy 但是呢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行程比较简单 所以呢 私人飞机上准备的餐 那是我们在所有的飞机上 吃过的最简单的菜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买 私人飞机的另一个原因 诶 相信你们都懂的哈 火腿三明治 鸡蛋三明治 和吞拿鱼三明治 做一个美食过的 这是我第一次在飞机上吃 这么简单的餐食 尝一口咯 好吧 30万人民币哦 按分钟算 30分钟 30万 10分钟就得10万 1分钟1万人民币 我不得试回本 我的天 1分钟1万人民币 我这得吃多少三明治 才能试回本 然后这个呢 是巧克力包裹了一整个的草莓 究竟呢 真的没有很喜欢的甜品 但是你想想 这个四明治也太贵了 我高低得吃一点 我们的飞机呢 刚纸杯马上就要降落了 真的 整个这档飞机只有半个小时 刚刚纸杯 我的餐呢 还吃了一半 刚刚你们有听到那个声音吗 叮咚的声音 就是我们的飞机的马上要降落了 然后东东小姐现在已经开始收盘了 问大家问题 你们觉得30段的飞机票 这个飞机餐得多豪华才行 我听说呢 现在在迪拜呢 有一个真正全世界最豪华的好物公司 他们在天上呢 有粮食一厅的头等仓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啊 据说呢 那里的美食呢 是真正米其林级别的顶级美食 点赞过25块 就这再带你们去一趟 体验一下全球最最土豪的 头等仓夫 吃完饭之后呢 又到了就这最喜欢的环节 咱们上个厕所 带你们看看私人飞机的厕所 有什么不疑 走 整个飞机的空间感呢 确实会比民航飞机的空间感要大得多得多 而且这架飞机最神奇的地方 你们猜猜在哪里 就在我的脚下 这一块位置 整个厕所呢 我觉得最有意志的地方呢 其实是这个座椅 看似是一个座椅 当你打开的时候 诶 其实是一个马桶来的 诶 所以呢 这整个呢 是一个隐藏式的马桶 它无论是用材呢 还是质感 都是充满的一种高级感 这个水池呢 也和咱们平常按压式的水池不一样 它是一个类似于家用洗手池的感觉 看到吗 水压还蛮大的 好吧 在座的各位小伙伴 各位看官 诶 今天的这一趟私人飞机之旅 30万人民币 你们觉得怎么样 值得还是不知道 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区 或者是写在弹幕上 好 我们的飞机呢 平稳的降落到拉斯维加斯了 不知道这一期内容呢 你们喜不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一定要给我们视频 一键三连 那我是薛宏中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 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